那再来这边我有跟大家提到的 当初你要非常注意 它并不是无本当初 太多人把免交割这件事情 讲的什么几分钟就赚了几万块 但是他们并没有把缺点告诉大家 他们讲的赚几万块是因为有成功有价差 所以赚到几万块 可是并不是免成本啊 你该付的还是得付啊 所以光进出手续费 1.425 这个买进一次卖出一次 千分之1.425 你进出就是乘以两次 然后赚交税 以前我在做的时候是千分之三 因为我们是支券的 你要知道当初有分两种 我刚刚说当初是现在才证明我 以前叫做什么支券户底 并以前的赚交税是千分之三 那大家千分之1.425来回两次 然后千分之三 这样就已经千分之六点多 那千分之六点多 我们当初支券户底 它有一个叫做借券的 借券的部分 那个券商那边还有一笔费 所以大概是千分之七才可以cover的过去 那我这边是用交易一千万 来跟大家计算一下 如果你是用现股当初 我现在用最低的成本 我没有用千分之三 我是用现在证交税减半的成本来告诉大家 如果你一天冲一千万 一千万就是买进卖出 这个一千万不是你的本金 是你交易过 然后买进卖出 然后交易一千万 你要支付的手续费是零点 所以零点四三五 所以你要支付的手续费是 是一万三千五百块 所以你们一定要知道 这些都是你该支付的费用 如果你当初很稳健的话 你看你一个月就要付多少的这些费用 手续费跟证交税 那你看四万三千五是一天 一个月要付多少 付87万 然后一年呢 一年你看看百万一千万 这个都是手续费而已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 那以老师过去的话 都是这个两倍到三倍 因为我们一个月大概平均费成交 大概到五亿以上 五到十亿不等 那我们就是抓一般最低的 然后一年有十二个月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人 就可以把这年 然后再去乘以十年 你就知道交了多少的费用 那我还是乘以这个的两倍 因为这里乘以0.1 所以我支付的费用 绝对比这个还要多很多